《伊斯铁记》第一章 亚哈隋鲁座王从印度直到埃塞俄比亚 同管一百二十七省 在那些日子 亚哈隋鲁王在书山宫做其国位 在位第三年 为他一切首领臣扑舍百言习 由波斯和马代的权贵 就是各省的贵族与首领 在他面前 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 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 给他们看了许多日 就是一百八十 这日子过了 又为所有著书山宫的大小人民 在玉园的院子里设摆延细七日 有白色 绿色 蓝色的杖子 用细麻绳 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 有金银的床摆在红 白 黄 黑玉石铺的石地上 用金器皿赐酒 器皿各有不同 玉酒甚多 足显亡的后裔 喝酒有力 不准勉强人 殷王派定宫里的一切承载 让人各随己意 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 也为妇女设摆延细 第七天 亚哈随鲁王饮酒 心中快乐 就吩咐在他面前示例的七个 太监米呼曼 彼斯塔 哈波纳 彼格塔 亚巴塔 西塔 贾家 请王后瓦什提头带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 十个等臣民看她的美貌 因为她容貌甚美 王后瓦什提却不肯尊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 所以王慎发怒 心如火烧 那时 王问他们都是达食物的明哲人说 暗王的常规 办事必先询问之力明法的人 在王左右常见王面 国中做高位的 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 就是贾士拿 士达 亚马他 塔什斯 米利 马西拿 彼姆干 王后瓦什提不尊太监所传的王命 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 彼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 王后瓦什提这事 不但得罪了王 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 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夫人的耳中 说 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 她却不来 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 今日 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 听见王后这事 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 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 王若以未美 旧将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例中 永不更改 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 将他王后的未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 所将的旨意传遍通国 国度本来广大 所有的妇人 无论丈夫贵贱都比尊敬他 王和众首领都以米母干的化为美 王就照这话去行 发诏书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 通知各省 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 各说本地的方言 以斯铁记第二章 这些事以后 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 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 并怎样降止办法 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 不如为王寻找美貌年轻的处女 王可以派关在国中的各省 招聚美貌年轻的处女 到舒山宫的女院 交给掌管女子的大臣膝盖 给他们当用的香品 王所喜爱的女子 可以立位王后 代替瓦什提 王以这是未美 就如此行 舒山宫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莫迪改 是遍雅米人基氏的曾孙 是美的孙子 雅尔的儿子 从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他将由大王耶戈尼亚和百姓 从耶路撒冷卤去 莫迪改也在其内 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 后名以撕铁 因为他没有父母 这女子又容貌俊美 他父母死了 莫迪改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 王的御旨传出 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舒山宫 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 以撕铁也送入王宫 交付西该 西该喜悦以撕铁 就恩待他 急忙给他虚用的香品 和他所当得的分 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 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 以撕铁未曾将集贯宗族告诉人 因为莫迪改嘱咐他 不可叫人知道 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 要知道以撕铁平安不平安 病后是如何 中女子赵丽仙 结净身体十二个月 六个月用莫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 满了日期 然后按次序进去 见亚哈瑟鲁王 女子进去见王室这样 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 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 晚上进去 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 交给掌管飞嫔的太监沙甲 除非王喜爱她 再提名召她 就不再进去见王 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 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撕铁 按次序当今去见王的时候 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 膝盖所派定给他的 他别无所求 凡看现以撕铁的都喜悦他 亚哈瑟鲁王第七年十月 就是提别月 以撕铁被引入弓箭王 王爱以撕铁过于爱众女 他在王眼前猛宠爱比众处女更甚 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立他为王后代替瓦石体 王因以撕铁的缘故 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延席 又豁免各省的租税 并赵王的后裔大颁赐 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 莫迪改坐在朝门 以撕铁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 还没有将集贯宗族告诉人 因为以撕铁遵莫迪改的命 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 当那些日子 莫迪改坐在朝门 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 辟叹和提炼 恼恨亚哈瑟鲁王 想要下手害他 莫迪改知道了 就告诉王后以撕铁 以撕铁奉莫迪改的名 报告于王 纠查这事 果然事实 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 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以撕铁记第三章 这些事以后 亚哈瑟鲁王 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 使他高升 叫他的爵位 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承载 在朝门的一切臣仆 都跪拜哈曼 因为王如此吩咐 唯独莫迪改 不贵不败 在朝门的臣仆 问莫迪改说 你为何为贝王的命令呢 他们天天劝他 他还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哈曼 要看莫迪改的事 站得住站不住 因他已经告诉他们 自己是犹太人 哈曼见莫迪改 不贵不败 他就怒气田凶 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 告诉哈曼 他已为下手 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 就要灭绝亚哈瑟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太人 就是莫迪改的本族 亚哈瑟鲁王十二年正月 就是尼散月 人在哈曼面前 按日日月月至普尔 就是指签 要定和月和日未及 则定了十二月 就是亚达月 哈曼对亚哈瑟鲁王说 有一众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 他们的律力 与众民的律力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力 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 王若已未美 请下旨意灭绝他们 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 交给掌管国堂的人 纳入王的府库 于是 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 给由太人的仇敌 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 王对哈曼说 这银子仍赐给你 这民也交给你 你可以随意带他们 正月十三日 就照了王的书记来 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 奉亚哈瑟鲁王的明写旨意 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 并各族的首领 又用王的戒指盖印 交给一族传道王的各省 要将由太人 无论老少妇女孩子 在一日之间 十二月 旧式亚达月十三日 全然毁灭 杀戮灭绝 并夺他们的才卫略物 抄录这旨意 搬行各省 宣告各族 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 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 旨意也传遍书山宫 王同哈曼坐下饮酒 书山城却都慌乱 以撕铁记 第四章 莫迪改之道所做的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 穿麻衣 蒙灰尘 在城中行走 痛哭哀嚎 到了朝门前 停住脚步 因为穿麻衣的 不可进朝门 王的御旨所到的各省各处 犹太人大大悲哀 尽时哭泣哀嚎 穿麻衣 躺在灰中的甚多 王后以撕铁的宫女和太监 来把这事告诉以撕铁 她甚是忧愁 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 要她脱下麻衣 她却不受 以撕铁就把王所派 伺候她的一个太监 名叫哈塔格召来 吩咐她去见莫迪改 要知道这是慎魔事 是慎魔缘故 于是哈塔格出道 朝门前的街道 见莫迪改 莫迪改将自己所欲的事 并哈曼未灭绝犹太人 应许捐入王库的钱都 告诉了她 又将所抄血传遍书山城 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 叫给哈塔吉 要给以撕铁看 又要给他说明 并嘱咐他进去见王 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 恳切祈求 哈塔格回来 将莫迪改的话 告诉以撕铁 以撕铁又吩咐哈塔吉 去见莫迪改 说 王的一切臣仆 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 有一个定力 若不蒙照 善入内院见王的 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拳杖 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蒙照 进去见王 已经三十日了 人就把以撕铁这话 告诉莫迪改 莫迪改分 夫人回复以撕铁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 强过一切犹太人 得免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太人必从别处的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 避之灭亡 言之你到这国来 不是未现金的机会吗 以撕铁就吩咐人 回报莫迪改 这样说 你当去招聚书山城 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 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于是莫迪改召 以撕铁一切 所吩咐的去行 以撕铁记 第五章 第三天 以撕铁穿上巢服 进王宫的内院 对殿站立 王在殿里 坐在宝座上 对着殿门 王见王后 以撕铁站在院内 就施恩于他 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拳杖 以撕铁便进前 摸了杖头 王对他说 王后以撕铁啊 你要慎魔 你求慎魔 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赐给你 以撕铁说 王若以为美 就请王带着哈曼 今日赴我所预备的言席 王说 叫哈曼速塑造 以撕铁的话去行 于是 王带着哈曼 赴以撕铁 所预备的言席 在九席言前 王又问以撕铁说 你要慎魔 我必赐给你 你求慎魔 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为你成就 以撕铁回答说 我有所要 我有所求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 准我所求的 就请王带着哈曼 再赴我所要预备的言席 明日我必赵王 所问的说明 那日哈曼心中快乐 欢欢喜喜地出来 但见莫迪改 再朝门不站起来 连身也不动 就满心脑 怒莫迪改 哈曼暂且忍耐回家 叫人请他朋友 和他妻子 西里斯来 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 众多的儿女 和王台举他 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 都述说给他们听 哈曼又说 王后以丝铁预备沿袭 除了我之外 不许别人随王复袭 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复袭 只是我见由太人 莫迪改坐在朝门 虽有这一切荣耀 也与我无异 他的七西里斯 和他一切的朋友 对他说 不如立一个 五十轴高的墓架 明日求王将 莫迪改挂在旗上 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 随王复袭 哈曼以这话未美 就叫人做了墓架 以丝铁记 第六章 那叶王睡不着觉 就吩咐人 取历史来 念给他听 郑玉剑书上写著说 王的太监中 有两个守门的 屁探和提炼 想要下手 哈雅哈随鲁王 莫迪改将这事 告诉王后 王说 莫迪改行了这事 赐了他甚魔尊荣 绝位没有 伺候王的 臣仆回答说 没有赐他甚魔 王说 谁在院子里 那是哈曼 正进王宫的外院 要求王将莫迪 改挂在他 所预备的墓架上 臣仆说 请看 哈曼站在院内 王说 叫他进来 哈曼就进去 王问他说 王所喜悦 尊荣的人 当如何带他呢 哈曼心里说 王所喜悦 尊荣的 不是我是谁呢 哈曼就回答说 王所喜悦 尊荣的 当将王 常穿的朝服 和代官的御马 都交给 王及尊贵的 一个大臣 命他将这衣服 给王所喜悦 尊荣的人 穿上 扶他骑上马 走遍城里的街道 在他面前宣告说 王所喜悦 尊荣的人 就如此待他 王对哈曼说 你速速将这衣服 和马 照你所说的 像坐在朝门的 犹太人 莫迪改去行 凡你所说的 一样不可缺 于是 哈曼将朝服 给莫迪改 穿上 使他骑上马 走遍城里的街道 在他面前宣告说 王所喜悦 尊荣的人 就如此待他 莫迪改 仍回到朝门 哈曼却悠悠闷闷地 蒙着头 急忙回家去了 将所遇的一切事 详细说给他的 七夕利斯 和他的众朋友听 他的智慧人 和他的七夕利斯 对他说 你在莫迪改面 前婶败落 他如果是犹太人 你必不能胜他 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他们还与哈曼 说话的时候 王的太监来 催哈曼快去赴 以斯铁所预备的 言席 以斯铁记 第七章 王带住哈曼 来赴王后 以斯铁的言席 到第二天 在九夕言前 王又问以斯铁说 王后以斯铁呀 你要圣魔 我必赐给你 你求圣魔 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为你成就 王后以斯铁回答说 王啊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以为美 我所愿的是 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 我所求的是 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 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 要除灭杀戮 灭绝我们 我们若被卖为奴未避 我也闭口不言 但王的损失 敌人万不能补足 亚哈随鲁王问王后 以斯铁说 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 这人在哪里呢 以斯铁说 仇人敌人 就是这恶人哈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 就甚惊慌 王便大怒 起来离开九夕 往御园去了 哈曼建王定义 要加罪于他 就起来 求王后以斯铁救命 王从御园回到九夕之处 现哈曼服在以斯铁所靠的床上 王说 他竟敢在宫内 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这话一出王口 人就蒙了哈曼的脸 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纳 说 请看 哈曼也为那救王有功的墨底 改做了五十轴高的墓架 现金立在哈曼家里 王说 把哈曼挂在旗上 于是 人将哈曼挂在 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墓架上 王的愤怒这才止息 以斯铁记 第八章 当日 亚哈随鲁王把犹太人 仇敌哈曼的家产 赐给王后以斯铁 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 因为以斯铁已经告诉王 莫迪改是他的亲属 王摘下自己的戒指 就是从哈曼追回的 给了莫迪改 以斯铁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 以斯铁又俯复在王脚前 流泪挨告 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太人的恶谋 王向以斯铁伸出金拳杖 以斯铁救起来 站在王前 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 犹太犹太人 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铁 人也将哈曼挂在墓架上 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 预纸给犹太人 用王的戒指盖印 因为奉王名所写 用王戒指盖印的预纸 人都不能废除 三月就是西湾月二十三日 将王的书记召来 按照莫迪改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 并犹太人的文字方言写预纸 传给那从印度 直到埃塞俄比亚 一百二十七省的犹太人和总督省常首领 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预纸 用王的戒指盖印 交给齐马的 齐罗的 齐罗陀并少壮毒风陀的一族 传到各处 御址中 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太人 聚集保护性命 全然毁灭杀戮灭绝 那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势力 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夺取他们的财位掠物 就是一日于哈随鲁王的各省之间 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 抄路这御址 搬行各省 宣告各族 使犹太人预备等候那日 在仇敌身上报仇 于是 齐罗和骆驼的一族 被亡命催促 急忙起行 御址也传遍书山公 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巢服 头戴大金冠冕 又穿紫色细麻布的衣服 从王面前出来 书山城的人民都欢喜快乐 犹太人有光荣 欢喜快乐而得尊贵 王的御址所到的各省各城 犹太人都欢喜快乐 赦百炎炎 以纳日为吉日 纳国的人民 有许多阴拒怕犹太人 就入了犹太籍 以斯铁记 第九章 十二月 乃亚达月十三日 王的御址将要举行 就是犹太人的仇敌 盼望挟制他们的日子 犹太人反倒挟制恨他们的人 犹太人在亚哈瑟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 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 无人能抵挡他们 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 各省的首领 总督 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 因惧怕莫迪改 就都帮助犹太人 莫迪改在朝中卫大 名声传遍各省 日渐昌盛 犹太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 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 在书山宫 犹太人杀灭了五百人 诱沙巴山大塔 达芬 亚斯帕塔 扑拉塔 亚大利亚 亚历大塔 帕马斯塔 亚历塞 亚历代 瓦耶撒塔 这十人都是哈米大塔的孙子 犹太人仇敌哈曼的儿子 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 当日 江书山宫被杀的人数 呈在王前 王对王后 以撕铁说 犹太人在书山宫杀灭了五百人 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 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 现在你要圣魔 我必赐给你 你还求圣魔 也必为你成就 以撕铁说 王若以为美 求你准书山的犹太人 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 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 挂在墓架上 王便云准如此行 旨意传在书山 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 亚达月十四日 书山的犹太人又聚集在书山 杀了三百人 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 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太人 也都聚集保护性命 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 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 这样就脱离仇敌 得享平安 亚达月十三日 行了这事 十四日安息 以这日为设言欢乐的日子 但书山的犹太人 这十三日 十四日聚集 十五日安息 以这日为设言欢乐的日子 所以住吴城强乡村的犹太人 如今都以亚达月十四日 为设言欢乐的吉日 彼此馈颂礼物 莫迪改记录这些事 写信与亚哈水鲁王各省 远近所有的犹太人 嘱咐他们 每年守亚达月十四 十五两日 以这月的两日 为犹太人脱离仇敌的平安 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的吉日 在这两日设言欢乐 彼此馈颂礼物 周己穷人 于是 犹太人按住莫迪改所 写于他们的信 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卫永利 是因犹太人的 仇敌亚甲族哈米大 他的儿子哈曼赦谋 杀害犹太人 治普尔就是治谦 为要除灭杀害他们 这是报告于王 王便将指使哈曼谋害 犹太人的恶事 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并吩咐把他和他的重子 都挂在木架上 照着普尔的名字 犹太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 他们因这信上的话 又因所看线所预线的事 就应承自己与后裔 并归附他们的人 按他们所写的 每年按时匕首这两日 永远不废 各省各城 家家户户 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 使这普尔日 在犹太人中不可废掉 在他们后裔中 也不可忘记 亚比海的女儿 王后以斯帖和犹太人 莫底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 建筑犹太人守这普尔日 用和平成实话 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 127省所有的犹太人 劝他们按时守这普尔日 尽是呼求 使赵犹太人 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 也赵犹太人 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 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 这事也记录在书上 以斯帖记第十章 亚哈随鲁王使汉帝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 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 并他抬举莫底改使他高升的事 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 犹太人莫底改作亚哈随鲁王的宰相 在犹太人中卫大 得他众弟兄的喜悦 为本族的人求好处 向他一切后裔说和平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